大家好 歡迎收看谷海飛揚 那麼台北股市今天算是一個震盪的行情 就是說 因為市場又傳出 好像對於這個烏克蘭 俄羅斯的一個 這個邊境 似乎還是存在一些疑慮 但是我還是告訴各位 不管你最後是什麼樣的結果 那反正戰爭所帶來的預期的 預期心理造成的拉回 或者是你說持續的通膨問題 所造成的可能是升息的預期 而造成的指數的拉回 這種的拉回 你去回顧 你去回顧過往的一個經驗 他就是創造出一個買點 這種拉回 他並不是告訴你說 因為股市 他真正在反映的是景氣 那景氣是維持在復術的階段 那過程中出現這樣的預期 其實他都會創造出一個一個 多頭格局裡面的拉回的一個過程轉折 所以以今天而言 你或許會在意 那是不是那個烏克蘭 俄羅斯邊境的問題沒有解決 那有疑慮 你會擔心 你會害怕 因為你在那個當下 在這個當下 你把重點放在這個 可是你把格局去放大 你把自己跳脫出去 去看整個格局之後 你心裡很明白 有拉回 有震盪 找買點 所以你應該以這種格局角度去看待 這個市況 這個市場 你的操作就會很明確 你知道你該做什麼 因為你看的是你現在這樣做 而後你會收成 你現在做什麼 是因為你知道你現在這樣做 而後你會收成 你才做嘛 對不對 那所以你要看的是 這個事件 你應該怎麼處理 怎麼應對 那這個事件 你的應對方式是找機會 趁他震盪 震盪拉回的時候 我去找機會找買點 因為我現在這樣做 我而後我能夠收成 那如果你不這樣做 那你就是可能就比較慢了 未來如果指數 突然又跟你說 乌惡之間邊境問題 其實還是還是化解了 還是怎麼樣了 確定了 又大漲上去 那到時候 你又等到那個時候 你才要去出手 那就代表你每一次出手的位置 其實就是比別人差 因為你不敢 你不敢在震盪的時候 拉回的時候 不確定的時候 出手布局 那我不能說不敢 而是什麼 而是在那個震盪的過程中 有疑慮的過程中 你的看 你看待事件的一個方式 不夠透徹 格局要放大去看 你就知道你該怎麼做了 那只是說 所以你今天如果說又擔憂又害怕的話 那可能你的看待的事件的方式 你是以當日的狀況去評估 可是你卻沒有從整個大的格局角度去看待 你現在利用這種格局 震盪不確定的時候 去出手去做的動作 其實耳後是可以收成的 那所以我 所以其實這幾天 我都告訴客戶 該出手布局的 我陸續都會通知 通知他們先布局了 因為你不在他震盪的時候 你不在他有賣壓的時候 去出手去布局 那難道你要等到指數之後 又再連漲三天四天嗎 指數再漲個三百點 五百點之後 你才說是確認了 我們再去出手嗎 所以我們的客戶 看我們現在在布局的標的 大家心裡都很明白 都是什麼 都是修正之後 整理之後 醞釀要轉折區塊的標的 那當我們先布局完整之後 當他有一天開始正式啟動上去之後 我們就是收成的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些標的 其實都是陸續 我們我們我們已經累積到獲利 一個大幅度的空間 為什麼 因為當時出現買進條件的時候 你如果能夠 你看代的方式跟別人不一樣 你真的去出手布局做 你該做的操作的時候 現階段呢 你會發現你的標的 就是在創新高的過程 所以你現在做的動作 是為了他你的標的 未來可以創新高 變強勢股 而不是強勢股創新高 我們再去做動作 不對 再轉折去做動作 絕對都是對的 你不要看那個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你說我們現在買了 怎麼下個小時沒有拉漲停 在下個小時中沒有怎麼樣 沒有怎麼樣 沒有怎麼樣 不要看這麼短 你看的是你現在在一個 在一個轉折區塊裡面 你做這個動作 因為你知道 然後他會有一個波 一波段的行情 給你拿到獲利 現在做是因為你知道 現在做未來會收成 了解我意思 好 不要做太短線 很多人喜歡做到短線 做到當充 當充去的 我覺得很可惜 二月九號的一粒店 一粒店二月九號 我跟各位正式來做一個 一個說明 跟你介紹 那我當時跟你介紹一粒店 我要讓你認識一件事情 股票的買點 不是這一天 這一天他已經創高了 有沒有 他已經創高了 我跟你公開的 那既然創高了 那代表什麼 買點在創高前就醞釀出現了 我要讓你 我要讓你瞭解是這件事情 我們不能夠在創高的時候 先不要講是不是漲停板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他創高了 會是買點嗎 如果按照很多人 所過去過往的所學的技術分析 可能會告訴你 形態上面突破了 創高突破了 他是一個 一個買進的一個條件之一 其實我真的不認同 我這樣講就是說 創高突破形態是一個買進條件 對 我知道 對 買完買了之後 他耳後真的還有機會再有高點 再真的或者是展開一個波段 我知道 我認同 可是你說那個點 那個位置 那一天是買進的時間嗎 我打個問號 那我打問號是因為 不是所有的投資朋友 能夠承擔這樣的風險 那所以最佳的買點 在我的認知裡面就是 你所處的風險的情況之下 風險一定要一定是要低的 低風險的 低風險所出現的買進條件的時候 那個才是值得你做長期的一個跟追隨的做法 那這種做法就是我講的 你要買在轉折區 轉折區最安全 買轉折區代表什麼 我不是買最低點 我們不是在追求最低點 最低價 我們不是做那種追求的人 我們追求是 我要買來一個相對準備轉折 上去前的那個轉折區 我贏定了 我只要能夠買在轉折區 我就贏定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的是 我現在做這個動作 因為我知道耳後 我能夠向上收成 那就對了 所以怎麼樣去買在轉折區 就是關鍵了嘛 對不對 那通常在轉折區 一定會出現籌碼的變化 這個籌碼變化 就是運作量 運作量的改變 一定會造成股價的改變 所以你要先你要去觀察 一律店 當時在一月十七號 這一天出現第一天 出現第一次的 異常的運作量 當天有三百一十二張 當天三百一十二張 我給你看模組的畫面 很明確的 你看得到這一段過程中 連續修正之後 在這一天三百一十七張 一月十七號 有沒有柱狀體 有一個量 三百一十七張的運作量出來了 我們抓到這個數據 那我們一月十七號 抓到這個數據三百一十二張 那其實基本上 你可以等一等 等什麼呢 等他回來修正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做 兩千一百四張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做第一波的一個 推高 運作推高之後的回落 運作K上去之後 拉回的回落 買點出來了 這個點 其實相對應就在 當時這個位置嘛 對不對 那這個位置是不是就轉得上去了 當時其實還在震啊 還在震盪啊 可是問題他就上去了 你未來事後回頭看嘛 你事後回頭看 那個當下你看不到未來嘛 有沒有 那個當下未來還沒有發生嘛 股票超多就這樣 未來還沒有發生 你怎麼知道未來會怎麼樣 但是你知道未來向上方向的機會 這個幾乎是確認的嘛 未來的方向向上幾乎確認 那我當下做動作 我當然是為了這種 為了就是耳後這一段嘛 就開始獲利了嘛 就上去了 所以就從七十幾塊 長到一百塊 長到一百塊之後 整理休息一下 又來到一百零三 又工漲停板 限制交易了嘛 分盤交易 又來到一百零三 一百零三之後呢 休息兩三天又再創高 對不對 所以你看運作可以上去之後 回落 運作可以回落 轉折確認點就上去了 那這個過程中就是我剛才講的 你從那個運作量的裡面 你看得很清楚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 你是可以在出現運作量的過程裡面 去掌握到一個相對的轉折區的 一個買進條件 在轉折區裡面買 未來都是收成的對不對 今天十七號禮拜四 早盤衝上去來到一百零八 今天早上衝到一百零八 又再創波段新高 所以你看今天回頭看 你已經扎扎實實拿到一個波段了 從七十幾到一百零八了 七十幾到一百零八 所以一檔股票你幾乎可以拿到三十塊的價差 一張就是三萬塊了 一張你買一張就賺三萬塊了 十張就已經有三十萬的獲利了 那關鍵在於你買的位置就是在轉折的區塊 這是一粒店 OK 同樣的概念 同樣的做法 同樣的邏輯 同樣的判斷依據一七六零的保齡 今天要找盤衝上去再創新高 來二月十號這一天 禮拜四跟你報告保齡 那保齡附警基本上當天拉上去創高 有沒有創高 我給你公開對不對 你看他創高了 那創高前呢 這裡出現什麼狀況 一月二十號出現運作量開始 運作推高就形成一個運作K對不對 運作K棒回落早買一點 然後就上去了 所以當你看到運作量出現的時候 你就要注意要留意了 所以賺錢就變很簡單了 因為你買的位置 我不敢講你都買最低點 但是你買在一個轉折區 你能夠買在轉折區 基本上你就基本上立於不敗之地 你贏定了 只是說每一個轉折上去的幅度 每一個轉折上去的波幅大或小 對不對 差別在這裡而已 二月十四尾盤又拉高 又再創新高 又再創新高 來到九十九塊八 已經走一波段上去了 好 然後呢 再來到今天二月十七號 早上又衝上去 又來到一百零二 已經到三位數了對不對 已經看到一百零二了 這樣子上來 從運作K回落轉折確認上去 已經到一百零二今天早上 他紮上十時走一波了嘛對不對 所以你 所以這樣 所以就是我講 你在轉折區買的人 你現在開始你陸陸續去 你都可以做什麼動作了 你可以陸陸續做收成都可以了 對不對 所以操作股票 買賣的相對位置 其實就是關鍵還是在 你在何時出手買 買賣其實我覺得你要什麼時候賣 我講真的 賺錢賣 我都不能說你錯 你只要是賺錢賣掉 那我都覺得 反正你就是對的 你賺錢就是對的 對不對 在這個市場只要是賺錢 就是對的 可是問題是 有一個位置 我們必須要去探討 何時買 對不對 你何時買 買在轉折區的人 獲利的幅度 永遠比人高 買在轉折區的人 風險的承受 永遠是比人家低 追創新高的 追追那個已經連漲三天五天的 追那個已經漲了一波又一波的 我還在告訴各位 你的風險就是特別高 你失敗率非常非常高 那冷靜下來 等轉折區出手買進 你的獲利就是比別人 機會就是比較高 你的風險就是少 就是低 那這才是我們所要 所要追求的一個 中長期的一個操作的原則做法 然後呢 再來 二月七號 這檔股票工漲停 對不對 那後來我給你公開 他是泰塑 二月七號 那當時我跟你講 這檔股票在修正之後 一直到一月十二號 那這第一檔一月十二號才出現 這個異常的一個運作量進來 一月十二號抓到三十五專的數據 一月十三號抓到三十六張數據 對不對 這個東西 我今天把它這張畫面呢 印給各位看 在這裡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從頭出現數據之後呢 向上推 就這種 這個運作K 推升抗序之後 推高之後的回落 回落到原點 有沒有 剛好回落到原點 回落原點 這一天 一月二十六號 兩百四十六張出來 準備轉折就上去了 好 轉折就上去了 所以你發現 這是運作開始 對不對 所以他會出現一個運作K 推高運作K之後 回落原點 找買一點 就上去了 上去之後呢 遇到前高附近呢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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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來休息休息休息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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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補上去 休息休息 休息今天又上去 那可能再整理整理一下之後 可能又再創高又上去了 那你從你從過去 你現在回頭看 現在回頭看 這個位置 就是一個會讓你賺錢的位置 這個位置呢 嚴格來講是一個經過下跌之後 走平有沒有 下跌走平準備上來的方向的股票 你買的位置就是這樣 剛剛好下跌之後 在這邊走平之後 準備轉折 所以到現在 你在累積獲利中 看一下它的一個模組 模組的畫面 從這一天開始出現35張 一個黑K 所以你發現不是紅K黑K的問題 開高走低 那天開高走低收黑K收跌 就是有35張進來 所以我說有就是有 沒有就是沒有 這個你不能亂講 對不對 有就是有 你不能當作沒看到 黑K收跌的股票 35張運作量在裡面 那所以呢 你要繼續追蹤 隔天又有36張 有沒有 這數字都差不多 然後呢 這兩天沒動作 這一天465張 這一天611張 股價開始推高了 有沒有 推高你不用急 因為推高之後會怎麼樣 這是形成一個運作K棒 回落原點左右 1月26號再來了 246張 就開始上去了 上去之後呢 挑戰前高失敗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之後呢 耳後再有機會 那今天有沒有上來 休息一下之後呢 今天又上來了 然後你要往回推 往回推 為什麼你賺錢 因為你在這個區塊 你看到了他的異常的運作量出現了嘛 對不對 所以從這個區塊 已經慢慢向上推了嘛 已經慢慢向上推了 對不對 所以判定在判定轉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在做股票過程中 如果你你不在乎你的出手位置 出手點的話 那我覺得你就是根本你就是會喜歡去追逐那個突破 創高的那種 或者是所謂的一個熱門的 大家都叫好叫做的大量的熱門股的那種投資朋友 風險太高了啦 各位 我們要的不是風險 我們要是獲利 可是我們可以要的獲利的前提是在低風險下的獲利 當你能夠看到數據精準的抓到每一天的異常的運作量的時候 你還有什麼好擔心的 你就買這種標的就對了 你其他的不要買 你就來買有運作量的標的 尤其他運作可以做完之後回落的股票去找機會 所以看這兩天大凡在震盪 為什麼像昨天早上想要拉上去 今天早上想要拉高上去 結果呢 想要拉高 結果又又下又下 為什麼市場又在擔心啊 又在想說 二屋之間邊境的問題啊 似乎還沒有完全的解除啊 又在想東想西的啊 那明後天如果美股修正 那他想要跌的時候市場就找理由跟你講啊 因為通膨的問題還是大家還是擔憂啊 要跌 市場找什麼理由都可以跌了 要漲的時候什麼利空來照樣漲 市場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我們認為這個就是一個 你要看趨勢啊 趨勢既然經濟復甦到目前沒有出現過熱 如果也沒有失控通膨可以壓抑下來的過程中的話 你不能夠這個時候告訴我說 整個整個證券市場已經翻翻空了 你不能這樣看 那而且通常啦 你說真正真正說整個景氣復甦到末期到結束的話 都會伴隨的是他必須進入升息階段了 所以你看到三月份開 如果真的在三月份開始升息了 那你才剛開始升息第一次啊 所以整個景氣的復甦的路還沒有走完的 你不用太擔心 那他他就是一個趨勢架構裡面的一個中斷的一個修正 那這個修正可能伴隨剛好一個邊境的戰爭的一個疑慮 對不對 可能伴隨是一個可能要升息 要看壓通膨的一些貨幣政策的一些調控的問題 可是他終於是一個一個一個多頭進程裡面的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暫時性的一個一個過客而已啊 那操作者呢 看懂之後呢 把握最近的震盪找機會介入 那有些標的又是運作K之後 推升之後回來之後 還沒有正式起漲前的標的 我們就趕快先找機會找機會去買嘛 對不對 那我們不要買 我們不是要買最低嘛 我們就在買一個一個關鍵轉折區 因為耳後我們會收成嘛 所以現在就該做動作 這個觀念你要有的話 接下來每一天交易 你會很輕鬆很自在 好不好 該出手布局的時間點 往往是你可能懷疑的時候 往往是你可能擔憂的時候 可是我告訴各位 那個當下你敢出手的 代表你腦袋掛看得很清楚 你敢出手的人 耳後收成的就是你 那只是說你要出手買哪種標的 那我鼓勵各位 如果可以的話 你跟著我們一起買 買GEO的 GEO很重要 有沒有基本面很重要 GEO的 而且又進入籌碼運作的股票 我們會有專人通知你買進 那歡迎各位來買GEO的籌碼運作股 有興趣的來報名 專人通知會員 他會帶你買在底部 轉折來重壓 有興趣的撥電話來電報名 我們待會再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來節目現場 來 所以這個行情主要現階段 市場疑慮一下是二屋之間的問題 一下又是通膨升息等等等等 但是我會發現你發現講來講去的就是這些 你要漲的時候你給我再多利空我照樣漲對不對 但是你要跌的時候呢沒有利空他也可以跌啊 市場永遠就是這樣子 因為跌了之後呢市場會找會找原因找理由解讀為什麼跌 其實有時候不見得是這樣子啊 他就是一個籌碼的狀況 所以還原到整個實際的交易上面 你不得不去看籌碼變化 那到底盤中四個半小時的籌碼 你要看哪一種籌碼 你可以看投信在幹嘛啊 你可以看外資投信 外資在幹嘛對不對 你也看今天的融資融券變化 你可以看各式各樣的籌碼 還是要看今天的短線的一個當充的籌碼在幹嘛 對不對 可是到底是哪一種籌碼 它是會影響股價接下來的方向 有機會轉折上去的 是哪一種籌碼 不同的籌碼 它代表意義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要抓的 你要抓的是哪一種籌碼數據 盤中四個半小時在交易過程中的哪一種數據 它有能耐影響 甚至預判股價準備走一個新的方向轉折 你要把這種數據找出來 那我們找出來 我們叫它運作量 所謂的運作量就是 我在運作過程中準備上去前的運作階段的異常量 叫運作量 所以每檔運作量 其實我們做給各位看了 就是照例 這麼多的一個這個折疊系列商品的概念股 我們就只挑一檔 叫三五十八照例 對不對 為什麼你挑它 因為它運作量啊 你懂嗎 其他很多的 其他很多的一個折疊系列商品的概念股 沒有運作量你要我去買它幹什麼對不對 那我當然是蠻有運作量出現異常的嘛 而且我都知道它有什麼題材 所以我當然首選是選它嘛 所以你看這邊從一月三號運作量進去之後推高 形成一個什麼 這邊形成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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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作可以運作可以上去之後 開始回落 接近原點 買點出現 一月十二號又來個三十五張 一月十三號又來四百多張 有沒有這邊買點出現之後 你在這邊這附近去買 過幾天之後已經到這邊來了 已經開始展開公式了對不對 就上去了 所以股價為什麼會從這邊轉折上去 為什麼 因為這幾天出現異常狀況嘛 這都是有蛛絲馬跡可以去查詢的 這每天幾張幾張幾張 我們不能亂講的 每天有幾張有抓到數據就是有抓到數據 沒有數據就是沒有數據 不能亂講的 幾張就是幾張 創造什麼 來過程中你看過程不再贅述了 有沒有就上去了 這段期間是因為新年準備放假了 年假前的自然性的賣壓 回到回到哪裡 回到原點左右有沒有 又上來了 那你說怎麼會那麼巧 聽一下有那麼巧的事情嗎 回到這裡好像就不能跌了一樣 所以我說我告訴各位 籌碼很重要 他一直創新高 我們在這裡買 那是不是這個位置 是不是一個整理 之後轉折起漲的位置 對不對 照例 所以我們在賺錢 我們為什麼賺錢 方法 你的做法是什麼 你怎麼預判 預判股價要準備轉折 歡迎各位來買最新的標的 最新的機優 而且籌碼運作的標的 我們會有專人通知 帶你去買進 帶你買在底部 轉折來電中央 有興趣的來報名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參考 可以 簡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